哈嘍,這是我們家小黑呀 一歲多了 幹嘛? 之前這個目的就是因為它是母貓 本來是讓它生小孩子的 生小貓的 然後還買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貓丸的東西 這裡住的貓,它有時候也會跑進去 關心有點暗 然後像這個,給它貓丸玩的東西 因為貓丸的氣味很重 大併那些氣味啊 我不放在住家裡 這裡是它吃的喝的地方 剛好放在廚房裡,洗起來翻病一點 然後這個門這裡挖個洞 挖個洞的目的就是那個,它那個進進出出翻病一點 像那個,這樣子 兩邊,兩邊,兩邊都可以做的 然後這邊就說那個 貓屎吧 然後這邊有個碗的東西 就是放貓上的那些包裝 然後這個籠子呢,以前是人家養狗用的那個 去拿過來,不然是關它的 關它的話也沒什麼好關的了 之前呢,養了很多小動物,比如餐薯啊 那那年餐薯後來那個 自從餐來了之後,整天的 釘的餐薯完 不少是被吃了,被抓了,被放掉了 都找不到跑掉了 然後那時候養貓的目的呢,就是說那個 想賺錢嘛 因為它那個,英國藍短毛的藍毛很貴的 然後它經常是那個,躲起來的 養貓的目的就是那個 那時候實際上,它那個 養起來生小貓的呢 然後它這種貓的話 我這次買不到300塊錢左右 那個 因為是老貓的屏幕,它有帶護照的呢 帶著那個 區醫生那裡有各種證明 有時候啊,打預算針啊 還有愛滋病測試啊 歐洲的愛滋病測試都有的貓那個 有貓有時候那個會打架的 然後一隻的話,存種的好看的那個 英國藍短毛貓 它是1000塊錢左右 然後正常來講的話,你看啊 一天,一年貓可以生兩胎 一胎的話,比如說送 一隻貓的,一隻貓生一隻送五貓 一胎的話,送五隻 然後一年要是生十隻的話呢 不是要那個 就有一萬塊錢了 對不對 當然在當中的費用就是 吃啊喝啊拉撒 還有那個 破壞的東西呢 貓會喜歡抓的呢 就說那個門領啊,窗領啊 還有那個皮的沙發 你看它在抓著抓,肯定身上有跳蚤 我們那個也是跳蚤的受害者呢 有時候呢,買了很多藥 專門去就說消滅跳蚤的那個 特別小貓的時候,它有時候那個大便還沒有交起來 它就亂拉亂拉那個 然後它晚上呢,就很希望往到處跑那個 窗領啊 沙發皮的 然後它有時候那個 歐洲人民它有時候為了 那個,自主讓貓抹完什麼東西的話 它有用水 貓很怕水的 用水 它就說 我這個貓,它不可以爬到桌子上面去 就教了它很久那個 它就會那個 怕倒 怕倒了,你弄多,弄幾次的話 它就會那個 記住了 就不會那個 玩那個東西 貓都很好玩的 狗都不太辛苦了 有時候那個 那個,因為養狗的話 它那個歐洲規定 喵喵 養狗的話 它那個 有時候那個 因為那個 要遛狗的嘛 一天最起碼兩次 因為狗要尿啊 你不能尿到家裡啦 對不對 然後歐洲現在 像我們這個地方也規定 就是說那個 大便的話 不可以拉在外面的 所以說,拉很久拉在外面的 你一定要帶子啊 鏟子啊 拿過去把貓 好像收拾掉 丟到垃圾桶裡去 這樣子 然後外面垃圾桶都很少 那就是說貓狗啊 狗 貓沒管的 狗要是拉了大便的話 那個 要裝袋子裝起來 帶回家 那個 丟到自己的家裡的垃圾桶裡去 你看很活躍吧 一歲多 對吧 那個醫生那裡那個 醫生那裡那個 那個信收到了 那個又要去打一分針 我還沒有去那個 每次去的話 去醫生那裡的話 三個月左右一次 一次的話 那一百塊錢左右了 然後你那些貓窄生了 小貓生了那個 小貓生了的話 那個 也要弄幾副罩 預防針 這樣子 然後 在那個 按那個標準 那個賣給人家 有些身上還種了新品 品種好的話 比如說 很出名的話 可以賣到一千多塊錢 品種差一點 像這種 這種飲食的話 那個 只有三百塊錢左右的價格了 然後一般混血的雜貓的話 他那個就 價格就很低了 可能就兩百塊錢左右 賣的也還不好賣 估計那個 然後歐洲有 有家貓 有 呃 外貓 我這個算現在 是變成外貓了 因為兩邊都走 裡面也算 外面也算 有些人他貓是不 讓他們離開家的 之前我也是為了 怕他跑掉 怕他出事情啊 也不讓他出門了呢 最近呢 就隨便他亂走 那個 也無所謂 不想弄了 然後 那個 吃的話呢 那個 飼料的話 有什麼 魚的飼料啊 雞的塑料啊 火雞啊 那個 然後在家裡 我還是很喜歡 天上玩的 那個很開心的 有些家裡小的話 你那個 特別是那個 貓沙那個呢 就給他大小便那個 那個池子呢 要是放在家裡的話 那味道就很重了 所以說那個 你要放外面也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說一定要有個隔離的空間呢 以前城裡的話 有些空間小的話 他們是把自己放在那個 那個 大便那個地方 就是放在沖兩次裡 沖那個 怎麼講的 浴室裡吧 浴室裡那個 你看在皮特沙發 那個他爬上爬下 抓得很厲害 到處都有那個 他的抓痕 所以說破壞力還是很大的 也在家裡的話 有時候那個 他的腳指甲那個 你要是 要緊緊他 就是把他剪掉 因為他不抓他也不行了 對不對 他一直在沾那個指甲 然後樂趣呢 是很大的 養貓的樂趣又簡單又方便 然後那個很開心的東西 你看這個 都好玩 這個傢伙都好玩 你看 我那裡養的魚 對不對 他聽聽的盯著魚 那個 弄來弄去弄來 先抓魚 那個 然後這隻是母貓 然後甚至我 因為他發錢了 我拿去交配 我想那個 每次交會 去人家家裡交配的話 就是說那個 是兩百塊錢 荷蘭這邊習慣了 通過那個二手網站 上面有那個 買賣的 就是說那個 人家公貓 然後 你發錢呢 送過去 放幾天 然後第一次 沒有懷孕成功的話 第二次免費 這樣子 這個家伙送去了 兩次都沒有懷孕成功 現在都放棄了 現在都放棄了 還花了兩百塊錢歐元 對方也會發視頻過來的 他們在那裡 那個 有點那個 做動作的那個視頻呢 就證明 成功了 這樣子的 可是回來也是沒有懷孕 肚子都沒有大起來 然後 現在看完 上網 去醫生那裡的話 也要問他 有什麼特別的注意的 之類的 我就怕他 現在就是 小貓的時候那個 因為最起碼要 養到三個月嘛 然後三個月的話 那個 要是跳蚤沒有搞好的 沒有把它上網的話 那就 摘一摩線了 等一下那個 到處都是跳蚤 我們家裡人都被 跳蚤盯得那個養死的 因為沒有把跳蚤處理好的話 那個 因為跳蚤你看 我都上網看過了 他每一天的殘暖量 就是八十個 對不對 生出來跑到你身上 到處亂咬 好了 今天就是把我們的貓寶貝的視頻 拍到這裡了